诶 各位 这我问你 为什么我最近肩膀都变得很痛 很简单啊 因为你现在是正式律师了 所以你的肩膀上都是当事人的重担 诶 还是其实你丢给我东西太多 造成我压力太大 赛啦 明明我就没有给你太多的工作 但我最近真的是肩膀有点痛 但我记得你之前曾经说过 你有那个什么痛 那个什么膏 膏肓痛 是那个病怒膏肓那个膏肓吗 就是那两个字 那我看你大概是病怒膏肓啦 赛啦 膏肓痛是终于用语 主要是在背肌那边有一些疼痛的情况 那就可能会是膏肓痛 那怎么办 你会不会是压力太大啊 所以我都有在看医生 但或许有个东西 它可以让你放松压力 让身体更加舒适 什么东西 你想想嘛 人一天当中 做醉酒的事情是什么 睡觉 也就是说一天当中和你相处醉酒的东西 就是床垫跟枕头 从这个起手势来看 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产品 没错 因为我们今天的厂商 就是要来给我们一个好的床垫 解决那些问题 就是日日居 ZZGOOD 三棉制试压床垫 日日居床垫提供医疗及试压棉 选用德国专利材质 我跟你说 躺下去 一秒试压服贴 马上睡着 而且它是超越独立桶的支撑度 所以床垫基本上是不会塌陷的 照顾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睡起来 会处于最舒适的状态 就不容易身体痛 他们号称躺十年 也不担心床垫凹陷 我记得洛逸有过敏的问题 日日居床垫有防满的功能 让沉满过敏的人可以避免不舒服 洗东西很麻烦 但日日居的枕筒是首创可激洗的材质 所以是可以直接丢入洗衣机跟烘干机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占你生命三分之一的行为 睡觉 所以你当然需要一个好床垫 如果大家去看我们IG就会发现 我真的在上面睡过 可是这个床垫最后怎么样 被跪姿干去 耶 已经靠腰 但必须说真的好睡 一个床垫好不好睡 在上面滚过就知道 上次在上班时间时 我在床垫上面睡了一个整个下午 真是无告赞 如果现在想要买日日居 ZZGOOD三眠治 施压床垫的听众朋友 现在就点击节目资讯栏来购买 我是桂志 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欢迎来到法科电台幼稚事务所 我是桂志 我是悠悠 好啦 今天这一集要来聊婚前协议 为什么想要聊婚前协议 是因为在我个人的IG的动态墙上面 我三分之有时候就丢一个什么匿名的互动的小游戏 让大家来留言然后回答问题这样子 那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家 很喜欢来问婚前协议的议题 那大家有发现就是我都没有回答 因为我觉得回答这个很麻烦 因为在 是因为很麻烦的是你想要收钱 想要收钱但是一个 说真的付费来书所问婚前协议的人 也最近也是有好几个 但是也是想到 问完他就直接请你写了吗 目前写过两三个 所以事实上是真的有写过好几个 还有一个是跨国的 我完全没有写过 我完全没写过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妙 就是婚前协议这件事情 我发现最近是越多 大家是真的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 那 是因为看到小S跟郡俊燕吗 小S跟郡俊燕到底是怎样啊 因为大家好像说什么小S 不是小S大S的 大靠腰 哦大S 啊哈哈哈哈哈哈 早点又要看悟 我的天啊 又要看悟了 那是把那个精神讲错嘛 小S是住地堡的那个 小S住地堡的那个小S那个 啊我们要聊的是婚前协议 不是内线交易 小S 而且小S那个 目前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要离婚 未来还不知道 我跟你讲 他们是经过爱情考验的一对夫妻 啊 我相信 你说哪一对是经过爱情考验的 你现在是说 小S他们啊 哎 拜托 你们当初遇到这么重大的刑案 不离不弃 对不对 也是啊 而且他老公那么爱上夜店 他都不跑掉 对啊 好啦 那大S 大S跟郡俊燕 一开始是大S 他先跟他前夫 汪小菲离婚嘛 哦那时候绕得沸沸扬扬 一个床垫就 对 哎一千万床垫 好我们这边寄棉豆腐 哈哈哈哈 欢迎你棉豆腐来 这个一千万床垫是先到弄 先不管他就过去了嘛 然后后面 大S跟郡俊燕再婚嘛 然后这个再婚的这一段呢 据说就签了婚前协议 哦 这种到底又是谁说出来的啊 我不知道哎 就是 就是 律师事务所的广告 哈哈哈 但是这个律师事务所跑出来讲 也本身也蛮蛮怪的吧 看一下哦 像这个汪小菲大S 签离婚协议书 是经纪人稍早透露 所以这个签婚前协议书 也不排除是身边人自己 讲出来的 我们来找一下好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找到的是内容 内容 内容农场 医毒的新闻 所以搞不好是假新闻 假设有 根据这个 假设有这个新闻 假设有这件事情好了 因为这边 这个假设有的 有可能是的 假新闻 他是说已经签了婚前协议 财产都会留给孩子 对 然后那上面写说 大S这个女孩 大S这个女人太狠了 哈哈哈 所以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法律上讲的 分别财产制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以法律人来看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可是在外人来看 就会变成很多人 茶余饭后的话题 像这边就是 以聚台媒 这边是什么 搜胡号 这个医毒是 他是引用什么搜胡号 搜胡号的报导 他这个公众号叫 影视大豪侠 聚台媒报导 聚俊业和大S 今天已经做完婚前财产协议 大S婚前财产 全部留给自己两个孩子 婚后聚俊业 挣钱亚家 这个女人太狠了 男方出钱养家 一分财产 女方丝毫不给 我严重怀疑 这个新闻就是 汪小菲发的 有可能 所以这边这个新闻的 这个真实性 我们还是强调 这不是一个 有经过就是考证的 不知道 就我们就假设有这件事情 去讨论婚前协议的 一些法律支持给大家 从法律面上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种 分别财产制的决定 我们迷法里面 大概就是有三种财产制 一种就是 法定财产 分别 然后共有 这两三大类型 那我们在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来先聊一下你自己的好了 你自己有约定财产制 因为我们在场 没有啊 我没有财产 靠 靠靠靠 把白全体成员里面 有结婚的 只有你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应该只有你有结婚吧 搞不好有人偷结啊 刘洛逸在外面卖弄他的偶像形象 搞不好早就结婚了 干 我臭骂他 偶像不是就这样吗 哈哈哈哈 粉丝新岁源 刘洛逸结婚 哈 我这题标题就下这样子 其实刘洛逸早就完婚 哈哈哈哈 没有了 洛逸结婚 来看他的婚前协议 哈哈哈哈 等下把他叫来 没有了 那你结婚的时候 你们有签婚前协议吗 没有没有 你们有做什么约定吗 也没有 那你们结婚之前 有讨论过什么事情吗 因为大家不都说什么 现在男女 什么观念 观念新颖前卫 所以大家结婚之前 还要做什么健康检查 确认什么试婚性 才要去结婚 完全没有 你们没有 可是我们有一些 对于人生未来的探讨 比如说我们还在一起 还没有结婚之前 交往的阶段 我们就有先想一下 如果有小孩的话 我的小孩 要叫什么名字 哈哈哈哈 当然不是现在的 这个本名啊 是乳名 有想过这个 然后 居住地点 这个有 比如说我们讨论 因为我们都在台北生活 所以我们有讨论过 台北居大不易 而且如果拿一样的租金 在台北再租那个 很小的房子 可能会想哭 这种 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有 可是具体的协议都没有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穷二百啊 哈哈哈 这样算冲动结婚吗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哎我好像忘记 有没有在别的节目 讲过 台通之类的吗 因为你以前都在 应该是乌乌的节目之类的 哦不是台 因为你在台通出道 以前大家都是什么台通悠悠嘛的 名字法白的 哈哈哈哈 好 我 我结婚 就是我身旁的朋友大概都知道 就是我结婚 然后 买房 然后 当爸 就是这三件事情 的顺序是 先发现自己当爸爸 然后刚好有在开房子就买 买了房子 然后 去办任期结婚 就是我们十天就搞定 所以十天其实没办法想太多事情 哦对对对对对 想起来 我记得这件事情很久以前好像有讲过 有你有跟我讲过 但我不知道你有在我们节目上讲过 对 就是你愿意在节目上公开的事情 就是十天 可以啊可以啊 你们是奉此成婚吗 某种程度算是啊 哦 你们是发现两条线羊了 我是爱好自由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今天 所以今天没有小孩的话 可能没有这段婚姻 哎应该说 不会这么快 啊 我现在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我现在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再三穷到 强调 哈哈哈哈 录音室外没有人啊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哈哈哈哈 那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录音的环境 就是因为江浩佑 因为佑佑是在台南录 我们是 我们在台北 然后在台南 她在自己家里录音 所以我现在强烈怀疑 在这个录音室 她的录音室的外面是 太太在监视着这个这一切 镜头外面有一个女人 太狠了 拿着一把菜刀 二合眼睛在瞪着我 你在说什么东西 好啦没有 就是基本上 就是我们都是顺顺的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预想过 要签什么协议 就是而且我们双方 其实都是有法律背景的人啊 我们就会觉得 哦就那就法定财产字啊 因为法定财产字我赚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哎为什么你觉得你赚到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比较会花钱 某种程度上算是这样子 这边也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财产字不外乎就三种 就法定共有跟分别 那我们待会讲婚前嫌疑的时候 比较像分别 所以我们就先不讲 嗯 那原则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去做其他的登记 然后就是法定财产字嘛 对 那法定财产字就是剩余财产分配嘛 所以当离婚或婚姻关系终结时 可能一方挂掉的时候 一方另外一方会去先拿剩余财产分配的部分嘛 嗯 对 那所谓的剩余就是婚后 挣的解负的 就是假设有负债 然后你有赚了钱 剩下的双方的差额 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去计算的 那基本上大家就是都知道 我是一个著名的月光族 所以基本上没有剩余财产 OK 然后我自己财产的那种登记或者什么的话 就是我自己遇过有一些当事人 可能他们新婚夫妻买房会登记成共有 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 我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人 对 哦你把所有财产都给太太 对啊 因为我自己判断是即便假设今天离婚的话 我也不会想要这些财产 我会把想要把小孩的房子丢给他 你想要灰灰一袖就离开这个地方 啥大 作为一个截然一身的这样子 没有啦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的决定没有对或错 只是因为 好像我父母他们也都是这样子 你现在讲的一切 如果以后发生离婚诉讼的话 都会被拿来当证据实用 诶这个 看一眼这段 OK I don't fucking care I don't fucking care 以后看一眼这一段幼稚书所 诶 被告自己曾经讲过这一段 这是他不要的 I don't fucking care 我觉得那些都是 我本来就觉得钱 钱是身外之物啊 对啊 哦 钱是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 然后让自己生活过得好的工具而已 很多有钱人都不开心啊 也是啦 所以赚钱就是开心就好 花光 对啊 对啊 花光啊 有帮小孩存钱这样就好了 对啊 OK 你确定太太听到这段 他会开心吗 诶 我不确定 可是我觉得他不会听 反正总而言之 你们就讨论 小孩子要叫什么名字 对 婚前大概做这些讨论 因为我觉得 以台湾普遍社会民情啊 大部分的人在婚前谈这个 应该是很伤感情的吧 你说婚前谈钱喔 对啊 婚前谈婚前协议 这也是我觉得蛮妙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人在 IG上面问我婚前协议的事情 然后还特地来事务所付费咨询 婚前协议的事情 让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是认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因为 你知道民众很喜欢嘴巴上面说 法律很重要 签合约很重要 可是真的要付诸行动 甚至来做这件事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婚前协议 真的让我觉得 蛮多人愿意为这件事情付诸行动 让我觉得 大家真的把这当一回事 让我觉得蛮惊讶 那他们通常都会想要约定哪些事项 就是因为还不少人来问 所以我来认真去研究 到底哪些可以约定 哪些不能约定 通常是这样子 人家如果要来立合约的话 我会问他们说 你们那你们先告诉我 你们的需求是什么 因为做生意不就这样子吗 业主跟厂商说 说明需求吗 那厂商就评估这做不做得出来吗 通常就这样吗 那反正业主就跟我讲他的需求 那我听过一些需求 说这个我就帮你研究看看 那这做不做得出来 那我的逻辑都是这样 反正合法的我就做得出来 那灰色地带的 就研究看看 有没有办法想办法让他合法 那一定不可能合法的 我就摆明告诉你 这做不出来 那就不要试了 那我说逻辑其实是这样 你说会先约定 灌夫姓 现在还有人在灌夫姓吗 没有耶 没有遇到有人问这个问题 对啊 因为我突然想到 你问了一个好古典的问题 现在有谁在灌夫姓啊 我很好奇耶 嗯 因为其实还是可以约定的嘛 也可以灌七姓啊 你也可以灌七姓啊 对啊 对啊 其实还是可以约定 因为我突然想到我阿嬷 我阿嬷就有灌夫姓啊 我阿嬷也有耶 对啊 我好像有一个 阿嬷应该是我们身旁 维系婚姻最久的人嘛 开始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 现在人动不动就离婚 就是因为没有灌夫姓啊 我好像有一个阿姨也有灌夫姓 就我妈妈那一辈的 我记得在 我跟婷姓在做那个法白实验室 好像有提到 就是灌夫姓这件事情 以前曾经是原则 那不灌夫姓是例外 对对对 法规有修正过 原则灌夫姓 约定的话才不灌夫姓 对 原本的规定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看到就是 如果比较年长的那一辈女性 没灌夫姓的 她们都是比较有 性别意识的女性 因为她们特别去约定 不要灌夫姓 对对对 我们要用比较尊敬的眼光 去跟她们 因为她们去争取了 她们不灌夫姓的权利 那像你们刚刚提到这个 你们有去讨论 住哪里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 可以约定在 婚前协议里面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这确实蛮 超重要的 这其实蛮容易成为 这个婚后吵架的事情 我确实就找到一个判决 就是婚后因为没有履行 婚前协议 共同居住地 最后成为离婚导火线 这是是不是因为 我们民法本来就有规定说 夫妻之间其实是有同居的义务 对 对 所以她按照那个婚前协议 就会约定一个婚后住所 对 像你的经验就是 你们有讨论住所地吗 但住所地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约定的东西 对 因为民法本来就有规定 那个夫妻有同居的义务 没有错 所以原则上就是 那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讨论这个 因为我觉得 我当然知道现在生活形态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是假日夫妻 对 就他们可能是男生在新竹工作 然后老婆在台北 然后他们就假日在相处 就是没办法 我记得你本来是想要住桃园的 对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一开始还在桃园工作 你那时候还跟我说什么 叫我去桃园发展 你说桃园是很有潜力的 什么很适合年轻律师发展力 然后我来台南 我就开始跟大家讲说 台南是很有潜力的地方 干你去哪里 大概都蛮有潜力吗 我在 诶我在促进全台湾的区域发展平衡 好不好 我在降低台北的房价 因为我就是会比较想要跟 另外一半住在一起 这和你我也会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生活的 这种感觉很赞 那像我 所以我们有讨论住居所这件事情 嗯 对啊 因为都就是你配合女帮 不是女帮配合你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台湾人 应该不能说配合 就是因为女方先来到我的家乡 对 对因为本来是台南人 可是我当下其实没有想要回到我的家乡 对对对对 因为听众 我本来就想北漂好不好 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会以为 悠悠是台南人 所以女生嫁到台南 但其实没有 因为悠悠没有想要搬回台南 悠悠想要留在北部发展 对 但是因为女生很爱台南 所以那女生 因缘机会到南部工作之后呢 爱上了 辅城 然后不愿意离开 诶 诶 这点我会帮他讲 就是他有跟我讲过 他不是 呃 来工作爱上台南 就是他本来在台北生活的时候 就很喜欢台南这个城市 其中一个原因是台南没有什么天际线 就是在 就是天际线是可以直接看一片蓝天的那种 那台北也有一件蓝天啊 建筑物没有太高 等一下台北建筑物也没有很高 台北建筑物哪很高啊 很多很高好不好 跟 跟南部比 台北建筑物哪很高 在台北 台北建筑物哪很高 诶 我跟你讲 我们那时候月子中心住 大概八九楼吧 我换过去全部都是比八九楼低的地方 可是台北八九楼 很容易 就是有建筑党者吧 就是台北没有那种摩天大楼天际线啊 跟那种东京相当比起来 你拿台北跟纽约比 诶 台北怎么不台北当然跟纽约比 开始玩笑 哈哈哈哈 我们守善之都会开始玩笑啊 哈哈哈哈 international 对 对我们回到住所啦 回到住所 对 其实刚刚我们就是在演绎一段就是 夫妻之间很可能 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分开居住的地方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先约定在婚前协议的话 假设婚后发生争执的时候 一方想离婚的时候 在后续诉讼中 很可能就会发生那样的诉讼 对不对 就到底要去哪里住 对 到底哪边是双方约定的住所 那如果 想离婚那方他就会开始 诉请离婚的时候 他就是会直接请求对方履行同居义务嘛 对 然后或者把这个拿来当离婚的事 就拿来盖啊 不过住 对啊对啊对啊 住所地跟同居义务这件事情 在民法上面我一直觉得很妙 第一个同居 不同居 同居 我觉得这个一定不会被剪掉 第一个同居义务 同居 又讲错 fuck you 同居义务 又不能够强制 强制执行 对对 同居义务 今天怎么讲话那么卡码的 好可恶 同居义务就是不 虽然不能强制执行 可是他就是有这个义务 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duty 所以他不来做的话 至少可以离婚 就变成这样子 对啊 至少可以离婚啊 他没办法要求你真的 住一起 可是可以当做离婚的理由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 是我觉得住所地 这个是一个观念而已 你知道吗 就是双方要 住所地要在同个地方 可是双方 可以不用真的住在一起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就是民法的住所地 是一个永久居住在这里的观念 对 对就是 我的住所地 住所跟居所的区别 就我觉得民法 就是法律人很奇怪 设计一些很奇怪的观念 像我的住所地 可以在台东 就是我想要 永久居住于台东 但是其实我根本 他妈的住在台北 可是我 可是因为我 我有一个个人的 一个叫什么 我个人的认同 就是我希望 总有一天 我会搬回台东住 然后我就是 认同我是住在台东的人 但是我明明就是365天 有300天都在台北 可能330 可能360天在台北 可是我的住所地 可以设定在台东 如果我的配偶 他也认同这件事情的话 那基本上 他也可以算是旅行同居义务 所以这种事情就就是 其实你们夫妻关系 只要可以瞧好就好 所以很多人会 在那个离婚的咨询 会说 我们早就分居了 我们户籍没有放在一起 可是这不是判断的重点 因为他们有可能都 一直租 一起租个房子 住在一个地方 只是户籍各自 像我跟我太太 户籍也是各自 像我自己知道 有些状况就是 譬如说跨国婚姻 婚前协议的话 约定住所就很重要 对 因为跨国婚姻的话 那个住所地 它会影响到 这个婚姻的准据法在哪里 这边就讲到一些 比较深奥的法律观念 准据法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双方是不同国家的人 那他这段法律关系 到底要适用哪边的法律 比如说台湾的人 跟比利时的人结婚好了 那到底要适用台湾的婚姻法规 还是适用比利时的婚姻管理 还是适用比利时的婚姻法规 那你要去研究比利时的法规 不是很麻烦吗 假设你如果今天你认识了一个 什么圣多美籍普利西比 八部纽星级内亚 来啊还有什么奇怪国家 什么萨摩亚 之类的 马达加斯加 对跟马达加斯加 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法律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那个住所定 你就直接把他约定在台湾 那你就从头到尾就只要 你这个结婚 都一直适用台湾的法律 对你只要这个结婚的 各项的什么规定 因为结婚有一些繁琐的 比如说一定要两个证人 什么要书面 要登记 就每个国家对于结婚 都有一些属于自己 阿里不达的规定 像有些国家规定 结婚一定要 一定要符合某一些 什么宗教的仪式 可能要在 可能要在什么 有些国家可能 基督教的概念比较重 他就一定要有教堂 经过一些比较神圣的东西 就像台湾以前 可以仪式婚 这可能对 对很多地方 也是无法想象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 如果你今天是跨国婚姻的话 你可能会在台湾 用这种方式结婚是有效的 但你到圣多美籍 普林西比 他会觉得你这婚姻是无效的 但这样会很麻烦 所以你就一定要约定 住所地在台湾 那至少也可以确保 这个婚姻在台湾是有效的 就不会以后 双方吵架的时候 阿这个婚姻 应该要适用什么 圣多美籍 普林西比的法律 阿他其实一开始就无效 那婚姻到底就在给你笑 那除了住所 你过的协议还会约定什么 家庭生活费用这种 家庭生活费用 我有处理过 还有那个 其实你刚刚讲 那个夫妻财产制 其实常常是关键 其实我遇过 真的会来的 都是为了要约定 分别财产制来的 就是来问 就是来问 对吗 对吗 我跟妳讲 我每次去帮民众咨询的时候 人家来问离婚 我开头的是 然后离婚就两件事情 分钱跟分小孩 然后 跟婚前协议 我看也是这样子 就是约定钱跟约定小孩吧 对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这蛮有道理的 就是我们大学在学那个 结婚 亲属法的时候呢 不是有一个理论吗 就是在解释 结婚的契约 它到底算是什么性质吗 那其中不是有一个理论 叫做结婚契约 应该要被定性为某一种合伙吗 我现在觉得这个是自有道理的耶 我以前在学的时候 我觉得这最没有道理的 怎么可以把结婚当成做生意 干我现在觉得这只有道理的耶 结婚就是做 超有道理的好不好 这只有道理啊 因为结婚的逻辑就是永久生活嘛 那合伙就永久事业嘛 可是当你合伙做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分钱 结婚你结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离婚 你他妈就是分钱而已啊 你只是多一个分 你看你那个国家税收也是照这个概念啊 你们两个人一起克税的时候 还有两个人分开克税的时候 啊对啊 就合伙做生意就是克那个所得税啊 盈利税什么的 那你结婚还不像照一个克人家 夫妻合在一起申报所得税 那你结婚到时候 离婚的时候就是分钱分小孩 你只是合伙没有小孩可以分 所以我现在觉得那个 我忘记那个合伙说是 是哪个学者提出来 但我觉得他最有道理的 不用把婚姻搞那么复杂 对不用把婚姻搞那么复杂 什么爱情啊 什么结合啊 什么的没有 他就是结婚就是 两个人合在一起 钱跟小孩 如果从这边出发的话 大家看到婚姻生活就会比较 和乐搞不好 就比较坦然啊 就把这件事情 因为你会怎么 你会怎么跟 你可能把老婆当狗骂 你有可能把你的合伙人当狗骂 不可能 因为你会觉得合伙人要尊重 哦 对对 我们从其中误到夫妻之道 趁着老婆还没回家的时候 老板可以 有些老板会把员工 就是老板对员工态度 跟老板对其他老板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对啊 先生跟太太之间 就好像是老板跟老板之间 嗯 所以不能再 所以不可以那种 女人要扁盆栽要扁 那什么 那这叫什么 哈哈 那句话叫什么 我没有真处哪的轻 对对对对 那种观念都要抛弃 所以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那个 合伙说是最有道理的 那不管怎样 我觉得分别才 我觉得通通常 我到后来发现 真的会来约定 就是他们家里会有些特殊的禁欲 那不是说 禁欲 对 禁欲 禁止欲望的那个禁欲 不是不是不是 靠腰 干这很冷 干冷 讲一些阿伯笑话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是不是一方特别有钱 一方穷 类似 类似这种情况 只是我遇到的 不是一方特别有钱 一方特别穷 但是我觉得类似 这我不方便提 就是反正就是 偶像剧都是这样演啊 一方有钱 比如说南方 南方穷 然后 取了附加千金 然后你是附加千金的爸 要不要签婚线协议 要啊 刚刚那个什么贯夫姓 或者是什么住所 都不重要咯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钱吧 就觉得你娶我太太 你娶我的女儿 是不是就是来要钱的 你娶我太太乖 这些今天是讲错话 就大概是那种 类似这种观念啊 所以这个分别财产事 有时候我觉得 我后来发现来约定的 大概都是做给长辈看的 就是 来证明这桩婚事 不是为了钱 那分别猜猜 是不是有什么要件 要不要先跟那个 观众朋友 补充一下 我后来发现 其实蛮简单的 我开始想说是很复杂 接到第一件 委任的时候 对还想研究了一下 后来发现 他有复杂的地方 他可以简单 你可以复杂 如果你们今天钱 真的很多的话 就会很复杂 但如果今天钱 没有很多的话 他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理论上 他需要东西 就是一张纸 就你们一定要用书面约定 就你们一定要有一张书面 就你们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说我们结婚之后 要用分别财产制 按照非送事件法的规定 理论上还要拿去法院登记 但是现在按照民法规定 其实有没有登记都没关系 因为你只要有约定 你们这个约定就生效了 那拿去法院登记呢 是可以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但这个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这件事情呢 可能对 取决于你的财产 取决于你的财产 有没有多到需要 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就是今天如果有第三人跑出来 主张财产的时候呢 这个 但是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面 第三人可以 第三人可以跑出来 主张财产情况并不多 举例来讲好了 以前的 在以前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可能先生欠钱 然后跑来要太太帮忙还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如果太太就是那个 富加千金的话 那他就会需要这个第三人 对抗第三人效力的保障 但是因为现在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财产其实各 各自分担的 对 所以基本上现在第三人 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权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权利去主张 这个对方配偶财产 所以这个对 对第三人的这个对抗效力呢 我们讲法律术语 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所以很多人干脆都不去登记 对反正 然后不去登记最多 反正就是法定财产值而已 应该也还好 对 但是你们只要有签约 因为基本上你们就是分别财产值 那分别财产值的好处就是 未来假设你们离婚了 也不会有剩余 财产分配其旧权 简单来讲就是 离婚之后呢 你也不能跟对方要钱 对方也不能跟你要钱 这方就是一个非常清清白白 钱没高水没劳 对对对 清清白白就分开的状况 所以我发现就是会来做这件事情的人 基本上就是都是要证明这个爱情是清白的 不是爱情是纯洁的 这爱情是没有任何的利益纠葛的 基本上都是来证明我付得起律师费 我是有钱人 都要做给 通常都是要做给长辈心安的 比如说附加现金 为了跟他爸爸交代 我遇过给比较特殊的也是跨国婚姻的 就是要让长辈安心 所以这个跨国婚姻 这也要原定这个 那至于为什么要原定就不讲了 反正就是因为跨国婚姻的关系 这长辈想很多 要跟外国人结婚 那爸爸妈妈想很多 那为了要成全这段婚事呢 所以后来不得已就做这件事情 让爸爸妈妈安心 那至少离婚的话 钱会留在台湾 房子不会被外国人拿走 然后那时候来开会的时候呢 我就问说 会不会那个外国人其实比较有钱 有搞不好 他可能在什么 美洲的小岛有一些 那个境外公司之类的 因为那个外国人的国籍 我就不方便讲了 可是从那个外国人的国籍 以及一些叙述听起来 我觉得外国人听起来 应该是比较有钱 可能来自什么 杜拜摩拉格之类的 类似 但是 但是因为这边带有一些 那坦白说 因为带有一些种族歧视的关系 这不方便讲了 反正因为一些关系 这长辈非常不幸 等一下觉得人家有钱是歧视吗 不是不是 因为一些刻板印象关系 所以长辈很不信任 但是 但是如果是比较懂一些 国际关系跟地理脉络的话 应该就会觉得 嗯 这个外国人应该比较有钱吧 好 OK OK 对 那所以他们除了 约定分别财产制以外 还有约定什么比较特别的内容吗 他们来 他们来其实就只是为了这个 不一定要 你这边不一定要讲那一对 我觉得 那我现在谈他来了吗 我就顺便就讲说 那既然要约定的话 要不要就做完整一点 我就说那未来 譬如说我们民法还有规定说 可以约定这个 有一种东西叫自由处分金 就是这个 家庭生活费用以外的 零用钱 这个自由处分金呢 他也是我们 民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算我们性别运动的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实际上到底没有人在用 我也是很好奇 就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大学学 亲属法的时候呢 这个音响很深刻 就老师把这个讲得头头是道 说啊 因为以前这个女生在家里 从事这个家务劳动 可是都 都这个家务劳动呢 都是没有 经济收入的 评价的 对 用法律人数语叫没有被评价的 那其实就是 女人都在家里做事 却都没有钱 所以就女人都很可怜 都必须要 都必须要靠男性的施舍 所以 民法就赋予了 这个在家里面 从事家务劳动的这一方 可以像 出续赚钱这一方呢 请求 他提供自由处分金 简单来讲就是 请求 发零用金的权利 诶这个其实你知道那个什么啊 新演员跟新演员结一那不许啊 哦 月星交期 月星交期啦 你知道我刚刚在想戏 戏名的时候 我的脑海一直出现满岛光 满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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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满岛光是那个 FIRST LOVE 为什么我一直出现满岛光 一直出现满岛光 我们今天脑波被其他奇怪东西冲入 我早上五点就起床了 不行 那个 月星交期里面有一段就是在演这个 就是怎么评价 太太在 尤其日本嘛 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那个 更甚的情况下 嗯 怎么评价女生在那个家务劳动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生鱼财产分配制的 制定的缘由本来也是这样子 嗯 就是可能是我们父母辈 尤其妈妈那辈 或者是阿妈那辈 就是一样 女生在家里做劳务的比例比较高 然后可是他们并没有被评价到 然后生鱼财产制就有点像是 离婚的那里刹那 来评价 女生在这段财产的中间的贡献 虽然他是写夫妻啦 也不一定 男生比较有钱或女生比较有钱 只是在当时制定的社会背景下 其实有这样子的评价在 对 他的就是逻辑就是 男生赚了这么多钱 存了这么多钱 其实是女生没有出去赚钱的代价 所以女生没有存到钱 结果女生离婚的这一刻 什么都没有太不公平了 所以男生存的钱要分一半个女生 对 以前胜与财产的分别 自由储存金比较像是 婚姻还在进行中 那这个双方就可以来约定说 赚比较多的男生 应该要给女生 怎样子的钱 这样子 不能等到离婚才分 一辈子不离婚怎么办 不然常差才怎么办 对 所以就是每个月发一万块零用金这样子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性别运动 还有性权法老师 就是把这个讲的讲的头头是道 这个是这个 就是这个性别运动里程碑 女性的这个家务劳动 终于获得了一个 终于获得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什么平反啊 什么什么的 就把它讲的很重要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可能又有点落后 你会觉得吗 你怎么说 就是从此时此刻的角度来看 自由储存金 跟生产分配制 就当初订定的时候有 比如说要评价女性的劳动 这件事情 可是当初的那个立法意志 到现在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现在刚凶侠和双方 普遍都有工作的状况下 就是那个财产的悬殊没有这么大 我没有觉得现在的制度不好 我只是觉得当初订定的那个缘由 好像已经不见了 那可是内化成更好的状态 可是如果有一方 就是这家工作 不一定是女方啦 所以现在的概念就是 在家劳动那一方 都可以有这个权利 也蛮好的 就是他不一定 现在就变成不一定要是女生了 就男生也可以有这个权利 而且后来那个剩余财产分配自由 以前那个1030之一 其实会有一个bug 就是那种 比如说撩不撩老公好了 就很多状况是 比如说一个人付贤在家 无所事事 终日赌博 就是超多那种家庭剧 都会有这种角色不是吗 然后到离婚的时候 认真赚钱的老婆 还要分剩下的财产一半给他 公不公平 不公平嘛 所以后来法条还有修正说 比如说 夫妻一方对这个婚姻生活 毫无贡献 毫无协力可言的话 如果那个 这样子分还要分剩余的一半 不公平 法院可以调整或免除 对 所以是一个进化后的 剩余财产分配制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法定财产制 做分别的 去做婚前嫌疑的 真的很少 其实大部分人不会选择 因为假如不选 就是法定财产制 因为他法定 最后有一个就是 共同财产制 我觉得这个应该更少人用 共同财产制 就是你约定之后 夫妻的财产就都 共同共有 就 变得很麻烦 反正都融为欲提 你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对 到底会变军品卡 还是军妇卡 不过这就跟 接近合伙状态 所以我想 这到底会有谁用 我也不知道 这很危险 这很危险 因为这个就是 如果有一方 就是出去 就是乱花钱的话 就钱可能 太没空了 对 所以这其实蛮麻烦的 所以我想 这大概实际上 也不会发生 除非你很爱对方 就是 你要 你的爱是 你要证明你的爱 是无限大的包容 所以你在结婚的时候 我就说 所以我的就是你的 我们共有吧 然后你就这样子 他其实 在共有制里面 只有一些财产 不会变成共有 比如说 专门是一方 使用的物品 或者工作职业上的物品 这样子而已 对 不然其实 这是所谓什么特有财产 不然其他都是 会变成共有的状态 在刚刚讲 那个自由处分金啊 我们就走到一个 有趣的判决 就在台南有一个 在台南 他有一个判决是这样子 就是双方同意 婚后子女抚养费 以及日常生活中 食衣助寻 预乐医疗保险 所生费用 由丈夫全数负担 而且老公 他在判决里面 有人把名字写出来 而且赵南老公 每月给雨节老婆的 自由处分金 每月不得低于三万元 所以他们婚前学业就 蛤 靠那如果失业怎么办 所以你知道一审的时候啊 因为他们后来打离婚官司嘛 这个案件其实是个 他其实是个离婚官司 然后就是老公告老婆 老公主张 向老公主张离婚 然后老婆就是反诉 向老公要这个 自由处分金 就说 就说他不仅没有负担这个 什么 食衣助行娱乐的费用 都是老婆在出钱 赵南老公 当然要给雨节老婆 所以就是每个月三万块 都没有给 所以就反诉要求 他把这东西补齐 结果一审就判老婆败诉 你知道 一审 一审败诉的理由是 这个约定对老公太过严苛 太不合理 让老公只能负担义务 老婆成为提款机 取款花用 享受权利 丝毫不用负担任何家庭义务 对老公而言 结婚即是负债的开始 结婚是负债的无底洞 无任何人相信 均无法接受履行如此之约定 此种意义不仅无助于婚姻之为信 反而将终结两兆之婚姻 此等协议内容 显然有备 公序两属因属无效 哇 不行 这法官丑女 就到高德法院 你知道 一上那个台南高分院 台南高分院就一句话 上街条款并未违反 公序两属盛名就没了 蛤 怎么就没了 奇怪 一审写那么多话 到二审一句话就没了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违反公序两属吗 我是觉得还好 我觉得 我觉得二审的判断 好像比较有道理 虽然我觉得这个老公很可怜 因为你很难说约定 要给多少钱这件事情 有到违反公序两属 对 而且你在签约的时候 就应该要去判断 因为虽然说是夫妻间的关系 可是他也是一个契约嘛 对啊 本质上他就是契约 你应该要去负担 就是那个判断的义务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给你老婆 每个月三万块 对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要娶这个老婆 要是我一定选择 不要娶这个老婆 好不好 等一下 这集会不会要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才三万块 也付不起 你知道前几天 我在那个小溜球的时候 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最近 最近什么 学姐对于普男的标准提高了 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 没有 就是学姐 学姐是 我不知道学姐是谁 学姐是柯文哲那个学姐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柯文哲那个学姐 我找一下 他说普男标准也通膨 网友见po文学姐标准炒番 我来念一下 他说有网友发问说 普男标准通膨了吗 网友说 学姐参加联谊发现 现在很多男生连普男标准都达不到 学姐的普男标准是 年纪约36岁上下 没有秃头和啤酒度 年薪落在250万到300万 身该要有178公分 没有车贷和房贷以外的负债 还要见谈聊得来 种种条件不光 这种 其他网友说 这叫优质男 不叫普男 所以 每个月三万块的自由处分金 只是普男 不是优质男 没有 每个月三万的处分金肯是劣质男 所以一审认定违反公训两族 显然法官是劣质男 法官是男生吗 我不确定法官是男生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那二审的那个见解有趣 二审后来判那个男生要还 生活负担 生活的费用 因为生活费用就是 婚前协议有答应要帮女生出 可是不用给自由处分金 我觉得理由蛮有趣的 二审法官的理由是 自由处分金的前提是 双方想要维系婚姻关系 才需要给 可是因为双方 从某一天开始就已经分居了 所以从分居开始那一天 男生就不用再给他 自由处分金了 所以后来就只需要给他 生活费用 那不需要给他 自由处分金 因为自由处分金 加起来一百多万 那全都不用给 然后生活费用我看一看 其实也才45万元 也没有想象这么多 有点可能要注意的是 听众朋友 现在可能会听到两个名词 一个是家庭生活费用负担 一个是自由处分金 对 那自由处分金在法条 其实本来就有写说 是家庭生活费用负担 以外的钱 所以等于二审 他其实是去解释说 因为自由处分金 是家庭生活费用负担 以外的钱 因为如果今天是 家庭生活费用负担 本来就是两个人维系这个家庭 所必要的费用 可以想象 对 那自由处分金比较像 在二审的解释里面 比较像是 这两个为了维系这段感情 所支付的金钱 对 所以一旦两个人 从那个时间点 已经没有要维系感情了 后面的钱就不用付了 又不用付了 比较像这样子 对不对 对 他概念比较像这样 所以大家在约定婚前协议之后 至少我们又学到两件事情了 就是我们可以约定 婚后的这个支出 要怎么分担 所以你可以约定说 婚后 比如说什么房租 买房子 小孩子的费用 要怎么分担 那最简单就是 双方平均分担 这最简单 对 或者按收入比例 对 这也是个约定方式 但是如果不知道怎么约定 跟这就不要约定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这要 就我的夫妻生活经验啊 不算长的夫妻生活经验啊 我觉得 不约定 可能才是维系婚姻的方式 这样子你约定了 不就可能日后反正会容易吵架吗 哎你当时讲好 为什么没有照这个规定做 哎每个月三万块的呢 三万块的哪 对 所以 没有协议 可能比有协议来得更好 好像在讲和平协议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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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是 啊你协议定的清清楚楚 就有那个违反的一方啊 对啊 EKFA也是这样啊 我们什么两岸什么条例 都是这样子啊 我们把协议定的清清楚楚 大家都要照着这个规矩走 哦 没有照规矩走 就是 违规 有问题 啊 不如 不要有规矩 双方 维持一个模糊的空间 就没有时间表 哦 合理 是这个婚前协议到底没有必要 真的是可以 可以重新思考啦 哎怎么越讲越奇怪 其实不是因为 本来律师 律师的逻辑 应该是要鼓励大家来订婚前协议 就我们自己讲完 我们在减少自己的业务啊 而且我这方面放的这些主 你看我们桌面放的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更没有必要 都会让大家觉得更没有必要的 我后面还有找到一些有趣的一些问题 像是有一个案例是 女方声称 或有男方与胡小姐 携手于街上同游的照片 并证明与胡小姐有婚外情的嫌疑 若照片为真 男方愿将所有资产过户 并辞退胡小姐 并无条件与女方离婚 就是双方有签这个约定书 然后后来 在婚前就签这个约定书 看起来就是婚前 这个男生有跟一位胡小姐一起 对 胡小姐在街上同游 那因为后来就是被证明 真的有个胡小姐有一些就是 从婚前延续到婚后的浪漫 就是没有处理好的一些状况 反正感情的事情 本来就是复杂的嘛 人的世界就是这样 那坦白说就是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 你本来就不应该随便进入婚姻嘛 那先不管随便你进入婚姻了 这个女方就跑来告说 她要主张这个直接离婚 就直接拿这个来主张离婚 结果法院就主张她 法院最后就判这个胡小 所以这个也是很常被问的 就是也很常会有人在 各种地方来问 就是到底能不能够在 婚前协议术里面预例一些 放一些就是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离婚的条件 就是所谓的玉立离婚契约 就是设定 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这个条件成就之后 那就可以离婚 这种 对 譬如说 她劈腿我就离婚 她出轨了 她偷吃我就离婚 或者是 她有什么 有什么比较奇葬 她每餐吃超过三碗 滷肉饭就离婚 体脂肪超过20 正常提脂肪是多少 正常提脂肪20应该很标准吧 提脂肪超过32%就离婚 20其实偏高吧 20偏高吗 男生20 明镇不会嫌边缘的吧 我不知道 30太高了啦 总之这种就是 自己在婚前协议里面 增加离婚条件的是不行的 这也是可以直接 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因为这个目前 目前这个都是 最高法院明确禁止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啦 就是为什么 不让人家人家自己嫁 但是因为我们的法院认为 就是婚姻这件事情 它不是儿戏 不容当事人自义做主 因为结婚是 永久爱情的结合 它必须要视为 一辈子的承诺 所以你一旦结了 你就不可以 肆意的反悔 所以你不可以 在一开始就说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离婚 我觉得这样的见点 我记得那时候 其实早期是因为 有一个实物见点 它好像写的意思就是说 它那时候双方的决定是 夫妻间会恐一方 于日后有虐待或侮辱 他方的情绪 它等于就是把 虐待或侮辱 设定为离婚的条件 对 一旦有这样子 那就马上可以离婚 对 对 这是一个民国50年的 那个判例是这样写的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可能那个年代 他们就是设定离婚 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要让大家更难理 所以他就认为 这样子条件成就就不OK 可是你想他的前提 是很合理的 虐待或侮辱 先不讲只侮辱 侮辱可能还就算了 虐待听起来都已经发生家暴了 那家暴就自动离婚 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合理 可是我们法院是允许这件事情的 对 就是过往曾经有这样子的判例 那一路到现在其实都还是不允许 一路从那个判例去衍生出来说 玉丽离婚期 可能会有问题这样子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思考的 这真的有必要不行吗 那法院的 那我觉得我们的法律的逻辑 法律人逻辑都是 法律人是很有逻辑的 因为结婚的前提是 因为结婚的概念是 就是为了长久经营这段婚姻关系而结婚 那怎么会先设定条件说 满足这些条件就离婚 那这就是矛盾嘛 你既然结婚就是为了一辈子在一起 你却又约定好某一个情况下 我就不要在一起 那你显然就不是要一辈子在一起 那你显然就没有要结婚 所以前后行为是有矛盾的 所以就不能够允许这件事情 所以法律人的逻辑是很一致的一贯的 但我觉得对民众来说可能就很难理解 其实我也很难理解 为什么都已经家暴了 不可以自动离婚 这不是很奇怪吗 难道要把我 我还是觉得那个玉立离婚契约是 在现在的生活上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你具体去判断那个 玉立的成就的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条件 有没有违背公序两数 这样比较合理 那后来 因为不能预计离婚条件嘛 所以后来婚前协议出现另外一种变形 有一些不同的玩法开始出现 刚刚是讲一发生虐待就离婚嘛 那我后来就发现台中有一个判决 他是约定 如果发生家暴的话 要赔三千万元 他是用违约禁的方式去处理 就后来法院就一审认为这个不行 那二审认为可以 但是把他左减到一千万 所以后来那男生就赔了那个女生一千万 因为这个约定不是说 这个婚姻就死小 就要一定要离婚 这个约定是说要赔钱 就是你一旦打老婆 你就要赔老婆一千万 所以大家有没有表演灵感 婚前协议至少还可以约定 打老婆老婆要拿一千万 希望大家听到这个 会想要来找我们约定 婚前协议 这个案例是真实发生的 这个案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后来这个类似案例就有衍生出一些不同的状况 比如说某一方劈腿 就要赔另外一方多少钱 后来大家就 就什么律师界 就有些这样的讨论 然后大家普遍认为那应该是可以 就是把这个违反夫妻忠贞义务 或把侵害配偶权 就应该赔多少钱 这样子的一个 把它用违约金的概念 设计进去婚前协议的条款里面 我觉得这样其实比较好 我觉得这是婚前协议可以约定的内容 因为老实说在婚姻里面 你说要证明损害什么的 我觉得很困难 很困难 对啊 对啊 很困难 我曾经有一个案件里面 那个法官就是在 因为加上案件已经不公开审理嘛 然后可是法官曾经有 在里面讲一些话 我就蛮有道理 他的大意就大概是说 你缴了裁判费用 然后来 我这个法官说 这个男人亏欠你多少 值得吗 对就有点像这样子 因为你打诉讼是请求精神赔偿嘛 那精神赔偿 当然讲难听点是法官处的算吗 因为我那个案件里面的那个 对照请求的精神是巨额啦 就是巨额 显然巨额 他写了一个非常巨 显然一个不会成立的数 对 显然就是百万千万计的巨额 所以就是不可能成 所以法官才会做那样子的小语 我觉得还蛮有趣 还有几个有蛮有趣的问题 就是通常他 譬如说他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是大家会约定离婚之后 能不能够自动约定小孩子归谁 就通常也是被允许的 对 就像刚刚你有讲就是 离婚就是分钱会分小孩嘛 结婚的时候已经在计划要生小孩的 有些就预先思考到 那如果以后不幸离婚的话 小孩子要怎么分 就还没有那个小孩 先想小孩怎么分 靠 搞不好你生不出来 但是因为我们的法律目前是不允许 就是清权 清权先预先分配的 我觉得我法律有一些 就是我法律其实里面有一些预先 其实都是不行的 比如说刚刚讲的预先离婚不行嘛 那预先预先约定未成年子女的权利负担不行吗 还有就是一般民众很容易有的误区就是 什么欲为抛弃继承 有这咨询超常被问的 就是说 哦对 约定抛弃继承也是个很常见的 哦我可不可以哦 我爸妈还活着我就先抛弃继承 他就跟那个不要为了钱结婚是一样逻辑 就是嫁入豪门 不是为了去继承人家的财产 或是取人家的千金 不是为了去要人家爸爸的钱是一样道理 但是因为继承这件事情根本没办法预先抛弃 所以你在那里面写根本没有用 对 因为继承是发生在你可以继承的时候 你爸妈挂掉的时候你才开始的 我最后被问过一个有些问题 就是能不能够在婚前协议里面 约定双方是开放式关系 这件事情我真的思考了很久 我觉得可以 我们就用这题来作解 因为我觉得这题我真的思考很久 因为我上网查了一堆都说不行 但是我看那些都是一些很八股的 都写一些八股的东西 说这种我一定违反善良风俗 因为什么婚姻就是夫妻夫妇忠贞义务 我跟你讲我来推导 为什么我觉得可以 就是我不要讲一些高大上的 因为我不是刘若宇 刘若宇在这边一定会讲一些 自由啊 然后在关系里面 大家还是可以各自保佑 我觉得我从法律来推导 好 就是刘若宇一定会讲这个 就是人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结婚之后身体还是我的 他会讲一些宪法层次的问题 高于宪法层次 哲学的问题 人生哲学的问题 他大概会讲一些 自由 然后还要握拳头 性自主权 我现在讲我会从这边推导啦 就是以前那个我们在讲通天罪的时候 不是会有什么事后的原谅 是那个幼树的问题吗 你经过幼树之后就不能再提告了吗 幼树 诶 幼树就是原谅的意思 比如说你发现你另外一半 讨价 你原谅他 那就丧失了这个权利了 那个刚刚讲 开放是新关系的状况 他那个事先约定就有点像这样子啊 一开始就同意这件事情的话 你也不能在事后去提出要求赔偿等等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是可以的 所以你把它解释成这是一种幼树 对 我记得他除了幼树以外 是还有个什么纵容之类的用语 对啊 就纵容或幼树嘛 纵容就是你纵容对方 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下 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 啊幼树就是 对方做了之后 去原谅他嘛 这两种类型 那不管是纵容跟幼树 你都没办法再去对于对方 的婚外性行为 去做主张嘛 我们的民法用语好像不叫用纵容 他叫事前同意啦 他没有用这么难听的 他叫事前同意 但是就是有问题了 因为事前同意 开放事关系 他不一定知道你会跟谁 那那个事前同意 他需不需要同意你跟谁 比如说好 江浩佑想要去外面打炮 那你老婆事前同意 他需不需要同意你特定 跟胡小姐或是跟杨贵志 还是他跟不特定多数人都可以 跟杨贵志可以 跟柳肉依不行 跟柳肉依可以 跟杨贵志不行 类似这样子 对 还是反正都可以 我觉得这会是这个1053条 这个事前同意 我们要把它放宽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新境界 这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法学新高度 好 我还是觉得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问题 然后这也是我最近遇到一个 一直很难给人家答案问题 因为我觉得最近很常被问这个问题 虽然来问这些问题的人 通常都是可能好奇的粉丝 并不是真的想要来签这些约的 就是真的没有要进入婚姻 对 真的没有想要进入婚姻关系 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到底能不能在婚前协议里面 做这个开放式性关系的约定 就是我们直接约定 结婚之后我们都可以在外面打炮 但我也真的有听过 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真的有这个困扰 因为他们结婚之前 本来就已经就是 本来就是可以自由打炮的状态 他们就会觉得很困扰 说为什么要因为自己结婚 反而就不能打炮 他们觉得这很困扰 我就说那你们就结婚 反正你们本来结婚之前 就是可以打炮 你们干嘛要在意这个结婚之后 不能打炮这件事情呢 他们说因为法律是法律 一般人不懂法律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如果结婚会让他们觉得 有法律的束缚的话 这就会成为 他们可能不想结婚的一个担忧 因为他们不是那么懂法律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那他们会不会因为结婚之后 反而让他们之后感情 多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因为他们没有结婚的时候 双方的感情 是不会因为彼此在外面 自有的性爱 而产生这些不必要的困扰 反而因为结婚之后 可能之后 假设为了其他事情吵架 上了法院 故意拿这出来吵怎么办 大家为了结婚反而会想比较多 或者为了离婚 拿这个出来吵 对 可是当然明明 就是在结婚之前 就是没有在意自己 彼此在外面的这些 比较性自由的这些状况 所以我想现在社会 是一些比较多元 比较多元面貌 有很多事情是以前的人 都想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有趣 在我们大概婚前协议 到底还可以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真的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想想看的 对啊 因为比如说 像刚刚柜子讲 那个1053条 就是比如说 像重婚或跟配偶以外的人 合一性交这些状况下 其实法条就已经有规定说 你如果是事前同意 或者是事后又述的话 你离婚的请楼权是没有的 那放到婚前协议里面 就会变成说 那假设本来 你能不能事前同意 双方可以开放式性行为 然后 这样子一旦同意之后 就不能请求一些赔偿 类似这样子嘛 网络上就一些很巴谷的说 这个结婚的本质 就是性中贞义务 那做这种约定 跟婚姻的本质 是抵触是违背的 你看 因为说那个法律的逻辑 结婚是性中贞 那你过这种约定是抵触的 那这种约定就应该无效 就那种逻辑式的推导 也会出现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从 回归那个民法1053条 民法1053条他都既然已经规定说 事前同意跟 那个事后优势的话 你都没有那个请求权了 对啊 那所以 从这个法理来说 放到婚前协议的话 你本来就可以在 婚前协议里面约定 双方都可以开心的 去做这些行为 这样子 这些 扩大1053条的解释 这是我的见解 这个时候就要看 有没有人愿意要来 以身处的试法来勾勾看 然后之后就把他送到 那个司法院大法官那边去 打个宪法诉讼 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看能不能再制造一个 新的宪法判决出来 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做一法白实验室 要聊离婚 就是因为离婚不是有个什么 重大 有个什么重大室友的 我们原本那个离婚的规定 就是一定要有法定的室友 比如说像重婚 然后跟配偶以外的人 发生性行为 这种 或者不堪一方 那个虐待的状 这样子的状况 才可以 对 才可以请求离婚 然后特别是 主张离婚这一方 一定要是不可规则的一方 对 你不能在这个婚姻中有过失 对 对这些室友是有过失的人 是不可以主张离婚的 那目前对于这个可规则 这件事情 在打大法官解释中 在做宪法诉讼中 所以我们法白实验室 就以这个为主题 讲了三集 那最后一集就在讲这个 就有点跟我们今天这集 有点关系 大家有兴趣 可以回去听我们法白实验室 那这题给大家想 就大家婚前协议 到底能不能够约定 开放式关系 那这边也顺便业配一下 如果大家婚前协议 想要约定开放式关系的话 可以北部来找贵室 南部可以找游泳 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 看看怎么做这件事情 感觉又 还是我们里面就约定 婚前协议就约定 一定要开放式新关系 你不开放 双方都要 双方都要开放式新关系 对 还是要 还是要学那个什么 珍妮佛罗贝兹 一个礼拜要四次开放式新关系 对 如果往下想的话 你连次 除了对象以外 次数啊什么的 这些都 可以做约定 假设我约定 可以两次开放 四次新关系 你说 这样到底是要 约定每个月两次 还是一季 两次 还是一年 两次 你这个婚结协议到这要怎么旅行 对 把他搞得太负责 还是 还是我来以身制法 我去跟老婆讨论一下 好 那你去慢慢讨论 我们今天自己就到这边 先讲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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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行方条款 今天忘记讲了 我觉得很北 一个礼拜要做四次 我就干到那体力 我就不信他有那个体力 搞不好他18岁 真妮博罗佩茲 这是真的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 真的 我就连续给你看 他这边是谁 班艾佛列克 两个都很老了吧 哪有班艾比较年纪 有吗 一个49岁一个52岁 怎么可能是一个礼拜 做四次的年纪啊 可能是重量不重值 这个结婚 这个婚前协议书注定 就拿来离婚用的吧 他们一定喝醉 他们律师也喝醉才签得给 好啦 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